跟王少偉的 也不是姻緣 緣分 要說是因為這件事情嗎 他們應該比較被我嚇到 因為我就會直接扔在那裡 沒有要回答的意思就對了 我就會 許嵐放下傻情人交往細節 在王少偉自律只有齒恩聊天 他未來有發展的可能嗎 就繼續認識下去 誰不會犯錯 我只能跟他講說 誰沒有過去 每一個人都有過去 過去的事情 就是勇敢面對的 然後就好好的站起來 有最美博士稱號的許嵐放 去年捲入不冷戀風波 正因為如此 和王少偉有了交集 他那時候一開始問說 你還好嗎 有什麼什麼事 因為一開始他以為是 我這邊的新聞 用他來要壓前面那一個 我心裡還想說 他把你想要瘋了 我有必要就是 對啊 為什麼是 最重點是 為什麼要跟他穿 那最要你走心的 商品化的人是什麼 那一個 最不能接受的 最不能接受的 事實版啊 這種 對吧 類似這種 因為我就會覺得 我並沒有做這樣的事情 但是也不能說他們講錯 因為就那個故事 片面性的時間性看起來 就是婚姻 然後有一個人在那邊 可能媒體也不是故意的吧 畢竟每個人都有他的壓力在 那如果這樣子寫 可以達到他的目的的話 那那就算了 我就想想 我自己反而舒服一點 那那時候有想說 要退出這行的地方嗎 因為我都沒有進入過啊 反而是因為這個新聞 才讓我開始想說 我有在這裡面嗎 然後說我沒有進去過 怎麼會退出呢 然後我還問我朋友說 你會不會覺得會看你 他說 你其實還沒那麼紅 我說好 那這樣就好了 我是怕人家看你 就不看我的東西了 喔跟王少偉的 也不是姻緣啊 緣分 要說是因為這件事情嗎 他有講過啊 他說你們因為這件事情 走跟你們 現在是還在追求的階段嗎 他也沒有 也不是追求吧 我覺得就是聊天啊 他也沒有追 就是聊天啊 可是他被小偉主 知道說他也沒有否認 跟你有進步的可能嗎 所以都他在講啊 所以我都很難回 你在期待對不對 不是 我太明顯的發現 你要追我的話 我就會不喜歡了 喜歡認識我之後 才喜歡我的人 喔 就是日久深情的那種 對 而且我的私下跟螢幕上 其實是有差別的 所以如果一開始 你就讓我感覺到 你要追我 那我只會感覺到 你喜歡的是那個 工作上面的那個我 可是私底下 我就是很ㄎㄧㄤ啊 你都不會讓你感覺到 有被追求的狀態嗎 反而就是因為這樣 我才有辦法跟他一直聊天 那這樣就是會發展啊 時間問題而已 發展 不排除嗎 嗯 不知道會怎麼發展 他跟謝忻你會試錯嗎 不會啊 他的朋友 他這麼多女生的朋友 而且他其實是 蠻自律的男生耶 所以也沒有什麼好自律 我覺得他 那這方面倒是讓我蠻欣賞的